朱可亮与善惊献健保现场 专家鉴定真品后 冷汗直冒 慌忙问道 你祖上究竟何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千年古善如今价值几何 今天前来健保的是一位男子 只见他身穿一袭白衣 快步走上健保舞台 见到现场主持人与专家 小伙有礼貌的与大家问好 在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主持人便迫不及待的打开了盒子 此时时间仿佛定格一样 场上众人的目光 全部都被盒子内的物品所吸引 里面放置的竟是一把扇子 主持人看到这把扇子后 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三国谋士诸葛亮 使用的就是羽扇 难不成小伙带来的这把扇子 是诸葛亮的 只听小伙讲到 这是家中祖传的扇子 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49代了 在我们家族中 这把扇子被当作至宝 供奉在老家祠堂中 这就是三国谋士诸葛亮的羽扇 名叫刁灵扇 此花已出 全场顿时一片沸腾 台下观众顿时议论纷纷 并有人高呼 今天这门票花得真实 小伙究竟是谁 这把羽扇到底有何来头 主持人在震惊之余 开口问道 你说这是什么毛的来着 小伙不确定的讲道 这把羽扇的毛 可能是刁的毛 柄杆处有一些发黄 感觉像是象牙的 小伙随后讲道 这把扇子 一直在祖辞内放着 只有大型祭祀活动 才会拿出观赏 自己儿子 今年刚刚高考结束 为了给儿子庆祝 家中长辈便提出 要去祖辞祭拜 告慰祖先保佑之行 儿子见到这把羽扇的第一眼 就认出这是动物的羽毛 儿子对自己讲道 这是野生珍惜 保护动物的羽毛 虽然是祖传之物 但是在祖辞内摆放着 终归不合适 自己在听了儿子的讲述后 也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便与家中长辈商量 想要上健保节目 鉴定一下宝物的真假 如果是真的话 打算拍卖出去 小伙随后讲道 在来健保节目之前 我在家中上网查过 这如果是野生珍惜动物 雕的毛 在国际上是不允许拍卖的 那么为何野生动物制品 不让进行交易 台上专家听到这一问题后 连忙解释道 我国已经加入了 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但是是比较晚的 里面命令禁止 坚决不允许买卖 野生动物制品 随后 厂上另一位专家 发言讲道 对于制止野生动物交易 在我国 是属于一刀切的 保护野生动物 属于国际公约 而国家制定 一刀切的法律 是为了避免 有人走擦边球 主持人听后盲问 如果家中 有野生动物保护制品 要怎么办 台上一位名市里的专家 开口讲道 如果你家中 有动物制品 只管保存好就好 千万不要拿出来炫耀 小伙一听 脸色顿时暗淡下来 原本想着 此物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这下 白日梦也是破灭了 这时 台上一位店主 突然开口讲道 在欧洲 象牙 西角 是可以进行拍卖的 但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象牙 必须是老的 店主话音未落 主持人便想要听专家 揭开雨扇的故事 于是 主持节目 进入了下一个环节 只见小伙在报价器上 按下了五万元 小伙带祖传雨扇来建保 声称 这是诸葛亮的扇子 专家鉴定后 激动不已 当场说道 我出五百万 卖给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聚光灯的照射下 小伙捧着 优优秀